嗨大家好我是Eddie 今天我們來到哪裡呢 目前我在高雄岡山 今天大老遠來交一台車 而且剛剛有沒有看到 很陡大的專營平行輸入 我們今天要來交一台GLA35喔 來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從台北帶了一塊鐵牌 就是為了交這台車 話不多說 因為大家常常看到Eddie 我都在交一些比較高價的車子 那今天這台車原來是車主 他原本平常都是買新車比較多 可是因為最近大家都知道晶片短缺 所以車子其實要訂車至少 要等到半年至8個月起跳 那因為今天這個客人 他是在屏東的一個老闆 那這台車是老闆娘要換的新車 所以今天呢 Eddie千里迢迢戴這塊鐵牌 就來到高雄要來鎖這個大牌 那車子已經準備好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邊車子很多喔 今天要交的就是這一台 GLA35 大家有沒有看到 廠內其實還有很多的車子 像是Acar Macana 還有Type R等等的車子 今天我們要交的就是這一台 這台GLA35 我帶大家看一下外觀 哇 斗大的長方 裝了目前至少大概有10台至15台的車輛 今天就是要交到這一台囉 然後這台是2020年四的一年車 他的反光天邊是在大燈的旁邊這邊 還蠻小一個 比較可愛 我覺得比較沒有這麼的顯眼喔 來帶大家看一下車頭 AMG 套件 然後 23P一定是現在必須要的啦 Eddie我真的覺得我從台北開下來這邊 沒有23P真的是很辛苦的一個狀況 這台車車光很漂亮 哇真的很美的一台車 帶大家拉遠距離去看 其實這台車很特別 特別什麼呢 因為 全台灣啊 其實在 這個GLA上移的部分啊 其實很多 是因為它是 因為它畢竟不是那麼主流的 產品 所以它有些東西呢 是 但是 等於是在海關 它是沒有去做一個認證 去做一個車測的部分 那這台呢 是這間公司 他們做的第一台的 等於算是認證車 等於後面 所有要進GLA35的這個車子的人呢 他們就要跟這間公司去買個認證的這個資料 他們車子就可以整個檢驗過程就通過OK啦 那這台車 其他配備也算是蠻基本 蠻 它是減配的 那但是後面我們有去做一個所有的加裝的過程 那今天才有辦法去做一個交車的動作 它的23P的鏡頭啊 它的賓士的logo比較突出來比較內砍式的 這邊有點外凸 帶大家看一下別台的賓士的mark 這邊就有一個相對性的比較了 它是整個箱在裡面的 有一點點差異的不同喔 好 再帶一帶 好 這邊呢 都有Turbo 4Matic的式樣在這邊 然後這台車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 它的Lanking 都是原廠的喔 AMG的這個卡鉗 然後這台是搭配的 235 50 R19的輪胎 這邊 其實算是相當的大耶 GLA配到19吋的Lanking 那這台車在開的時候操作起來應該是非常的 好操縱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的外觀 它是正的AMG喔 它是正的AMG喔 那左邊這邊 然後它的後燈的形式也是新型的 因為我同時也有買一台GLA200 也是訂了半年 然後今年年初才交車 所以這台車呢我覺得現在非常那種 小修旅啊 CUV的車型 是很可以參考的 然後再來 我覺得這個防刮踏板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剛好上個禮拜有交一台XC90 Vovo的XC90 可是呢 上面的所有的燙盤 防刮的材質 這個都是要另外購買的 而且重點原廠報價超級貴的啦 但是這個東西因為它會長期的去損傷 防刮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並不見得一定需要用到正常的部分 我們其實可以買副產的東西就可以 很堪用了 而且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算是耗材啦 哇來看一下它這個雙出喔 好帥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鎖牌了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鎖牌 然後等著客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交車了 等一下帶大家介紹一下 看一下這台GioA35裡面有什麼不一樣 出乎我預料 這台車沒有叮動我的門耶 好 它這應該是原廠的或景箱的踏板 空間是非常堪用的啦 因為畢竟 像這種小車呢 我覺得女性的車主是蠻多的 因為我發覺叫GioA啊 這種 有點動力 有點空間 然後 又不會太壓迫 穿坐起來又比較舒適的話 我覺得像是GioA這種車型 其實 蠻多可以去做選擇的 好我們把它關起來 我看一下HOOPER很刺力 有一點點重 第一次板進去比較速 好 可以唷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的 後座會是怎麼樣呢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後座的表現如何呢 因為會買這種車一定 會有多少會需要後座空間的表現嘛 它後面這邊也有個 車門解鎖的功能 其實看得到很新耶 你看它上面的這個鍍鉻 其實對外衛車而言 這台等於就是新車了嘛 來 等一下看一下 賓士的工藝 哇 35這邊都是做皮製的耶 大家應該看得到 這上面都沒有刮痕 有沒有看到 就是新車啦 後座也可以直接鎖門喔 比較少看到 來我們看看 GLA35乘坐起來感覺如何呢 喔 35 空間很好耶 不像外面看起來這麼小 然後這台 哇還有兩個天窗喔 算是全景式天窗了吧 頭部空間 哇 大家看得出來是很 很舒適沒有壓迫感的 然後再來西部空間 這邊啊 大概還有兩個拳頭 一隻iPhone的長度 好 然後再加上後面的冷氣出風口 這邊有個小小的空間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邊有個Type-C 其實現在都用變Type-C了 我覺得傳輸會比較快一點 好 讓大家看一下整個駕駛座的部分 這樣清楚嗎 我等一下再發動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這台車 我剛剛是有看到它是有環景的對不對 對 這邊有個鏡頭 好 這邊好像沒有盲點 來看一下 駕駛 最常一定會開門的地方 這邊 這邊 真的不知道要看嗎 它反光成這個樣子 這沒殺傷了 好 不要掛到人家的車子 看一下 哇 記憶座椅就在這邊 有三處記憶座椅 然後高低 通風座椅我估計 喔 賓士AMG的營兵燈 這邊還有一個抖大的賓士LOGO 當你開門的時候 這邊會去做一個顯示 其實我覺得自己的車我也有裝這個 很方便 其實有時候在晚上一開門 地上 不清楚的時候 我覺得裝這個燈是蠻方便的 哇 你看它這個座椅 整個都是吉皮的 這應該不算吉皮了吧 這個布 雙皮直的座椅 而且因為它是35 其實它這個地方看得出來 它是非常有包覆性的 在駕駛座 其實在有一點點想要激烈抄駕的話 我覺得是會讓你非常安心的喔 好 我們直接 話不多的直接進來看一下吧 一坐進來啊 其實這台車 它的 腰部的支撐性挺好的耶 如果開長途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OK喔 然後再來這台車 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好 因為它上面寫是未偵測到鑰匙 所以呢 畢竟車主也還沒來 我們也還在等車主 所以帶大家簡單看一下 這台車 它有最新的整個賓士的儀錶板 我不確定這台車是不是 有去改過整個前面的儀錶板 因為它是從駕駛座一直連接到 中共台最新的這種大螢幕 大尺寸的螢幕 這爽感真的100分 然後呢 賓士我真的覺得它現在的 不然是冷氣出風口啊 然後它直接簡潔的 那你可以簡單就知道說 你需要操作什麼樣的功能 冷氣 AC 空氣循環 以及溫度 都在前面這邊按鈕 可以去做一個顯示 然後以及這邊有個 Apple CarPlay的連接孔 它這個 很精緻喔 然後我覺得 其實飲料自備架真的要在 比較靠前面一點 就是駕駛的部分呢 前面一些 這樣子再拿飲料會比較好拿 然後再來 哇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觸控台 你其實在這邊手 可以直接去做一個滑衣的動作 去做一個選擇 然後這邊有幾個功能 環景 停車 Radio 地圖 全部都在上面 以及這邊 Home鍵 左右 可以直接去做一個滑衣做選擇 這一個基本上 它是沒什麼功能的 可是它就設計很貼心 讓你手腕可以直接靠在這上面 有一種滑鼠墊的感覺 然後就可以直接去滑 滑衣你要的選擇 然後一樣GLA 它這邊的中控 它這邊駕駛做手扶箱的部分 其實真的很深耶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 USB的插孔 真的很深很方便 好 那就是它整個 駕駛桌 你看一下它的方向盤 哇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這個質感 整個賓室的工藝包覆得很好 而且它不是正圓形的喔 它是有一點 橢圓形的感覺 有一種彈形的感覺 這個方向盤 然後斗大的B4 AMG logo就在這個位置 其實駕駛這個方向盤摸起來 質感挺好的耶 小巧 跟我的IS 摸起來的話 這台的方向盤是比較小一點的 所有的功能都在上面 語音啊 還有打檔都在這邊 我個人真的很喜歡賓室的這個方向盤 就在這邊小巧 後面這邊 其實一開始可能會不太習慣 可是用久了我相信 大家都會習慣這個方向盤的打檔 只是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不知道到底要打哪個檔 然後這邊呢有換檔撥片 個人覺得在操控的時候是非常有用 在超車的時候 那Eddie今天這台GLA35呢 簡單的幫大家介紹在這邊 畢竟我是做租車的 那客人每次交的車子有太多種太多台了 上個月交XC90 然後我還有A6 GLA35還有GLC300 等等各式各樣的車子 我只能盡力學習 也把我所知的感覺感受 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那因為這台車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它原本是要買新車 原本也都是買新車的客人 那因為這次晶片短缺的關係 所以透過關係 找到原本這個穩家車業 然後買了這台GLA35 而且全台目前 據我所知啊 知道好像就是這一台 那整個進來的乘坐氛圍 我覺得真的就跟新車一樣 所以沒什麼好去做一個 評估跟選擇的 然後再加上這台車真的是 35很稀有 也是特別有品味的人才會選 比原本的再更高一階 更高一階的這種車型 來去做一個使用跟選擇 當然今天就是很高興 我竟然可以從台北 做到已經快到全台都有了 做到高雄來 那我也希望說 其實我也交過屏東的客人 那因為Eddie在小欣欣獎這邊 其實做網路也蠻多的 所以其實我們出訂 真的沒有地區的限制 很多東西的服務 不管是出現啊 或者是售後服務 很多現在都是因為 我們畢竟隔上嘛 服務網是全台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一通電話 我們就可以幫客人去解決它 現在遇到的問題 甚至是有些稅務上的問題 當然可以傳LINE啊 我們就可以去幫客人 去做一個解答 所以呢 有需要相關的租訂的服務 大家都可以來找Eddie我 希望我可以幫大家去做一個租訂的選擇 跟評估以及車席的提供 大家也可以參考外匯車等等的 Eddie都可以做這些相關的服務 跟資訊給各位去做一個參考 那今天這台車子就在這邊 因為我沒有給大家看車牌 老闆是非常低調的 但是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車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喔 謝謝喔 掰掰 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